说 老大 德国的合作已经有反馈了 他们要求我们把价格再贴百分之三 你看怎么决定 告诉立普们 我们给他们的价格 已经比市场平均价高了百分之一点而八 不可能再有任何的绕目 如果他们诚意合作的话 那就全力推动 如果在价格上还有优越 那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老大 就这么决定 宝宝们别着急 今天我们的备货充足 保证你们一定能拿到自己想要的字号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西西 你到了吗 只剩下十分钟了 我马上就快到了 还有一条街 路上实在太堵了 我从家里一路跑过来的 你不会就穿着直播的汉服去的吧 没办法 我真的不能失去这次面试的机会 如果拿不到花言系列的推广 我妈下个月的住院费 我就真的出不起了 谢谢 你也太 好 先不跟你说了 再联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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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开车的 差点撞到人 连个道歉都没有 我的面试 拓拓拉拉的 如果顾总生气了 你们谁也跑不了 整理好衣服 顾总老 顾总老 老大 会议根据你的要求 已经准备好了 马上可以开始 你确定 这次你全部准备好了吗 当然 搞新产品我一般 但帮你找女朋友 绝对没问题 保证五分钟之内 找到最佳女友 再也不让奶奶 追着你唠叨 六分钟 绝对双数 那开始吧 不想把时间浪费 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 好 两个小时后全体立会 好 终于赶上了 希望我能一举拿下 花言新系列的推广 您就是招聘负责人 米奇姐吧 我是来面试网络推广主播的 今天名额已经满了 可 可是我一听说花言有面试 我就赶紧瞎播过来了 这个是我的个人简历 网络ID 美西西 资料我会拿回去看的 回去等通知吧 可是 等 又等 我真的不想去面试 等到什么时候 我真的很怕那个混音 估计又没戏了吧 但这次面试的机会很难得 错过了很可惜 反正是六号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面试 她们也是来面试的 会不会刚刚米奇姐负责的是初谁 里面的那个 才是真正的推广中面 稍等一下 你们也是来参加面试的吧 是啊 不知道有一件事情能不能 拜托一下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如果做我女朋友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我从没想过 从一段感情中获利 顾总 我喜欢你就是我喜欢你 没有狗狗奢求 请 你想得到什么 你的人 和你的心 请 六号 到 你好 你好 我是来面试的 六号 这不是刚刚在路上 差点开车撞了我的那个人吗 你来面试 我是来面试的 六号 这是什么奇怪的爱好 这是什么奇怪的爱好 说吧 你的条件是什么 条件 是问我直播带户的数量要求吗 五万 每个月两万也可以 每个月 你确定 虽然我平时工作时长不太多 但是 每个月的数量 至少是十万数起的 所以每个月两万 对我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 如果顾总高抬贵手 五万 我也可以 好 就是你了 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我立刻让人去你订合同 从现在开始 二十四小时跟在我身边 所以我是被录取了啊 太好了 太好了 身份证 这是我的身份证 等等 您刚刚说 二十四小时 跟着你 我每个月付你五万的月薪 让你二十四小时服 有问题吗 你难道是想要 包养我 我不觉得 应该用这个词 不好意思 我是来面试花园集团的 网络推广主播的 不是来给顾总您 潜规则的 网络推广主播 潜 潜规则 五万 两万 你是把我看成了 来向你明码标价的 刚才不是你自己 明着马开的架吗 我 您是这个公司的总裁 我不想说什么难听的话 凭什么我们来面试的女生 就要受你这样的侮辱啊 侮辱 总之我不会再和你 以及你的花言合作 老大 我精心为你布置的玫瑰花 怎么样 这是怎么了 老大你打架了 不不不 老大怎么可能打架呢 应该是 不会说话你可以不用说 还有 把玫瑰撤下去 是 如果不是因为奶奶 根本就没有必要搞什么 最佳女友面试 也不用招这些麻烦 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想 万一遇到你的真命天女了呢 我和奶奶的想法是一样的 要找一个人在你身边 照顾你 保护你 把你的狗树皮啊 强迫之 我 我去见个客户 今天先到这儿 奶奶 今天下午有客户要见 可能没有办法陪您去医院了 但是我通知了梅姨 她会好好照顾您的 我就是例行体检 你不用来 但是西长啊 你知道奶奶的心事 你也年纪不小了 奶奶总盼着还能活着 看到你成家 看到我都不 奶奶 客户来电话了 我先挂了啊 我怎么到地下车库了 我明明安的是一层啊 热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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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坑 我 就是 对不起 但我只想提醒你 这里有很多高清的红外摄像头 你不能 就当我今天没有认识过你 你今天都什么事啊 苏小姐 您母亲的手术安排在下个月 请尽快把手术费交齐 美女 您的专车司机为您服务 请上车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这些你出门都是需要打扮时间的嘛 对了 我还没问你呢 你刚面试怎么样 别提了 那个面试真够晦气的 没事儿 咱们手里不是还有个小合同吗 这苍蝇再小也是哦 也对 我刚刚去看过妈妈了 医生说 妈妈的病脱不得了要尽快手术 还有欠的那些医药费要尽快补上 否则 妈妈只能先出院了 妈妈只能先出院了 没事儿 希希 别担心 咱们总会有办法打 很疼啊 你撞到我了 疼啊 明明是你自己抓上去的 你怎么还耍不赖啊 你怎么还耍不赖啊 你再不起来我报警了啊 快来人啊 撞人了还不肯负责人啊 宝贝们快来看啊 这位大姐被豪车撞到 命悬一线哪 你干吗呀你 我直播呀 刚刚全程我都记录下来了 不能让你这种弱势群体受欺负呀 现在我去报警 把视频交给警察 说不定 您还能上社会新闻呢 对 上新闻 别跑啊 别跑啊 没事儿啊 谢谢你啊 小姑娘 要不是有你在 我和我们家老夫人 遇到这种情况 还真没办法 您别客气 举手之劳 下次还是安个行车记录仪吧 对对对对 谢谢啊 先走了 走吧 怎么样 没事儿了 咱俩赶紧点回去睡吧 我没事儿 多好的姑娘啊 人美心善 西城要是能找这样的女孩儿 老太太 你还是先操心操心自己身体吧 老太太 派了这么多年 就想着西城啊 早点找个女朋友 成家 给我抱虫孙子 今天 真是真有望啊 恭喜啊老太太 您多年的心愿啊 终于要达成喽 你看看这个女孩儿眼熟不眼熟 这不是刚才那个女孩儿吗 真是缘分哪 嗯 这也是因祸得福啊 这可不是啊 诶 西城回来了 奶奶 没意 你看看这姑娘是谁 不认识啊 你好好看看 这是不认识 我和她只是 我要是不让司徒盯着你 你是不是打算还瞒着奶奶啊 又是司徒这个叛徒 我说你这孩子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存心想气奶奶啊 你是不是让我早点走了 你好 老夫人 老夫人 奶奶 奶奶 你别激动奶奶 奶奶 老夫人 奶奶 小姐 奶奶 大师 小姐 奶奶 男女 大师 小姐 母亲 大师 明天 大师 明天 一定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你从小性子硬 于是不会转弯 总是委屈自己 有事也从来不跟我说 但奶奶希望你 找一个体贴 温柔的女孩子 好好成个家 即使是奶奶将来走了 也就能放心了 奶奶 您别这么说 西城 西城 听奶奶话 真有喜欢的呀 就把她带回家来奶奶看看 早日成家 奶奶 奶奶 没事 没事 还不滚进来 老大 您千万不要生气 我是心疼奶奶 才把监控画面发给她的 要打要罚 我都认 就是千万别开辱我 是吗 那这样 这个月的薪水 全部上交 这个月太多了吧 那全年 这个月 这个月 我认了 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 当然找到了 我看了当天面试的资料 发现她并不是六号应试者 应该是走错了面试才见到你 但是 这并不影响 她名字最后一个字 西 和监控画面 我查到了 她叫 贺锦西 她是当地出了名的小名人 平时喜欢社交趴 是各大奢侈品店的高端VIP 平时喜欢收集名牌鞋子 哪家鞋子最风靡 就会首先 出现在她的脚上 你确定这个人是她 难道不是吗 你看 西 与照片 一模一样啊 为什么我总觉得 好像哪里不一样 就是一样的 老大 奶奶现在逼你逼得越来越紧了 好不容易找到 老个奶奶喜欢的 你就努努力把她拿下 这样奶奶就不用再唠叨我了 不用再唠叨你了 你也可以安心工作 奶奶可以安心养病 不是吗 会不会穿 有没有培训过 对不起 对不起 走开 对不起 贺小姐 她刚来两天 手太笨了 弄疼您了吧 我来帮您看看 行了 别碰我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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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了 好的 我都要了 我又要了 这些 老大 还要了 我 就会 尝尝 我 今晚 这个 是 什麼 賀小姐 您所有的卡都已經抄寫和凍結了 請問您可以付現金嗎 我全都不要了 什麼破銀行 憑什麼動我銀行卡 不是說過了過幾天還款 我也沒說不還 喂 賀小姐 再不還錢 下次本在你家門口的可不是油漆了啊 我說過了下個月我會連本帶利還給你們 你們為什麼還要這樣 下個月 這個月使完的利息還沒到賬呢 我們還能等你下個月 我說了我會還的一定會還的會還的 我已經說了我會還的還要我怎麼樣 賀小姐 你是哪一位 我是花園集團總裁 顧錫成 顧總吧 顧總吧 我眼睛有些過敏 顧總應該不介意吧 我們直入主題吧 我會和你簽約 讓你做我的合同之女友 並且和你簽訂花言的線上推廣 合同之女友 花言線上推廣 怎麼 還有什麼要求沒有說嗎 不管了 先糊弄過去再說 我想知道 我們會合作到什麼程度 我們不會有什麼實質性的關係 戀愛的關係也不會公開 如果你有什麼別的要求可以提出來 我會儘量滿足你 一旦違反合約 我也有權終止合作 顧錫成 倒是可以幫我提供那筆修復的錢 我需要一筆錢 可以 具體數額寫在合同上 我要配合多久 走好有個時間吧 合同上面寫了 根據奶奶身體情況而定 定金我要百分之五十 叫真正的 剩下的錢 最後會直接打給你的 簽名記得要對決 到底怎么回事 该不会这么巧 是苏妍熙 难道苏妍熙和顾西成 之前就认识 苏妍熙 我们姐妹这么多年没见 竟然还这么有默契 喂 阿阿 你怎么了 早上医院打电话 让你去干什么 医院说现在床位紧张 让我不叫千费 如果我再叫不上 妈妈就要被医院 从病房转到走廊里去了 什么 这也太欺负人了 你等我过去 你别过来了 现在关键是筹道钱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想想办法吧 我想想办法吧 好久不见 颜辛 我们姐妹俩这么多年没见 我们姐妹俩这么多年没见 有必要一见面就这样对我吗 我有事找你 贺锦西 你的事情我管不着 这件事情对你有好处 你不想听听吗 我不稀罕 芸汐 就给我几分钟时间 不行吗 不好意思 你的事情我不感兴趣 你真的要见死不救吗 苏颜辛 你的脸怎么会这样啊 实话告诉你 如果我再不做手术 我的脸就会感染 我的脸就会感染 到时候连命都会没有的 那些催债的人 又逼我逼得那么狠 我们都是妈妈的女儿 你真的忍心看着我死吗 对不起 你遇到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帮你 能吧 只要你愿意 你看看这个 对不起 现在顾西城需要一个 合同制女友 只要和她合作 就能得到一大笔钱 到时候我就有救了 那天 见顾西城的是你吧 她把你认伤我了 还好我在资料里 贴的那张照片 装画得不太夸张 和你区别不大 原来昨天 她真的是在挑选 合同女友 这是你和顾西城 之间的事情 与我无关 我拒绝 不单单是帮我 我知道妈妈需要钱 做手术 只要你履行合约 我就可以给妈妈提供手术费 我知道你需要钱 我已经替你把医院 欠的钱给付了 怎么样 诚意够不够 我不想骗人 什么骗人 顾西城本来就是要找一个人 假装她女朋友 去给她奶奶演一出戏而已 颜希 你想想妈妈 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妈妈手术 被耽误吗 行 那你就等着 看等到最后 是不是只能眼睁睁地送妈妈走 好 等一下 我答应你 但是 但是这笔钱 就到是我借你的 以后我一定会还你的 这样才对颜希 我是为了帮你 为了妈妈好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 是真正的贺锦西 顾西城那么精明的人 你千万不能被她发现了 她要是知道我们姐妹俩联手骗她 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妈妈也就没有希望了 那我需要做什么 顾西城现在应该在这里的 快去吧 酒店 贺锦西你什么意思啊 放心吧 你那么尽力 可以搞定她的 你 苏颜希 别害怕 一切都是为了妈妈的手术费 好好表现 好好表现 加油 你可以的 你去到了 吧 好 我来说